國泰金控AKA世界上最佛心的公司 這輩子我可能無法當你們的員工 但下輩子我發誓我勵志 我一定好好挖份獨牆 要進入國泰做你們的員工 我要成為國泰的哥 大家跟我一起喊好不好 加入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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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多朋友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其實問題也不大了 就只不過是一間台灣的總資產 破12兆的國泰金控 而他們旗下的職業戰隊 與另外一名職業選手 發生了一點點的小摩擦 摩擦之後呢 萬天這邊發出了一篇聲明稿 這篇聲明稿呢 說好聽點有點跌破眼鏡 說難聽點簡直落智 我甚至強烈懷疑這篇聲明稿 有霸凌人的嫌疑 所以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一千大公司是如何秀他們的下限 那我們就開始了 不過在此之前呢 我還是要發表一篇 有關於我個人的聲明稿 因為在看了那麼多自媒體的教訓之後呢 我明白了一件事情 就是當我要從遊戲轉變成這種評論的自媒體的時候 我有必要給自己上一點BUFF 就是呢我要跟大家講 我感覺 我感覺 雖然我沒有撤過 但我絕對有亞斯伯格陣好嗎 所以我待會可能就會失言了 所以大家盡量包攏一下 好吧亞斯伯格陣 好吧 沒事包攏一下好不好 沒事啊 大家都朋友 大家都兄弟 好吧 亞斯伯格陣 好 盡量一下 好 再來就是我有超級嚴重的反射人格 原因是因為我在做測驗的時候 我把自己想像成是一個連續的殺人犯 強姦犯 Yeah 反射會人格527分 我操 而且我必須跟各位說 我有重度的憂鬱症 你們那些評論 你們那些留言 自己呢 長眼一點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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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過分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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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以上是我開玩笑的 如果你看不出來的話 好 我們就來講一下 這場排位賽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西西 也就是你現在所看到的實況主 在一場排位上呢 遇到了同隊1 team的三位職業選手 據西西本人所說啊 似乎與其中一位選手吵過架 而西西在這場排位賽上呢 P1首選了一名射手 大家要知道 傳說對決是可以重開的 只要選出三位射手的情況之下 就可以重開遊戲 而西西在P1首選了一名射手 閒外之音就是告訴其他四名隊友 你們要打OK 我就打射手 你們不打重開 那我也OK 無論他們之前有什麼恩怨 我認為西西在這邊 已經釋出了很大的善意 不過其他四名隊友 很顯然沒有想要重開的意思 也才有了本次事件的發生 好 接下來我們要上來看一下 事件的第一波 這完全看不懂耶 還幫他拉吧 沒有冰吃 然後最後被 然後這樣被塔殺 哇靠 抓到 雷包 蔡逼 2023 HKA 夏季賽 總冠軍 Final MVP 西西 不過如此 三包一 這麼簡單的東西 一集 能在塔下被單殺 你還有閃現 真的是 菜包 菜就多量 好不好 拜託你 多練習 所以說我有反社會人格 你們信了吧 好 認真說一下 我作為一個業餘 但是也玩了十多年 MOBA遊戲的玩家 從我的角度而言呢 對於這一波 我認為 西西 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 我的理由是呢 在排位上 真的每一個人 都有他 自己能贏的方法 這個方法 可能跟別人不一樣 在沒有溝通的情況之下呢 真的很容易就會出現 非常多奇怪的畫面 而你如果 要把這一個失誤 拿來無限上綱 到說你生氣了 我覺得你在雷 你是一個菜逼 所以我非常的生氣 我要直接去送頭 我覺得這非常說不過去 好 接下來的畫面呢 不會太難了 非常容易 你就能夠理解 一目了然 好吧 我們就看下去 我們可以看到 麥克斯 首先率先抵達下路 好不好 四級 有大 直接往下操 直接操他們的AD 然後呢 就直接送頭了 OK 復活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待會他有大招 他的目標是選誰呢 OK 第二次開大 他選擇的目標是誰呢 一樣 也是AD 衝過去 咚咚咚咚 直接就送頭了 好吧 而且還是連輔助一起送 好 第三次開大 又是操他們的AD 直接 哇操 他們三個人啊 他們三個人啊 然後你帶著輔助 衝三個人連人帶塔一起扛 扛扛扛扛扛 扛了沒殺死半個人 然後拉茲也走過來 三個人一起送 一氣相挺 全部下去 好 第四次 又開大了 第四次看到往哪裡操 往右往下路操 連續操了四次對方這個景 然後呢 又是帶著輔助送嗎 好 這個時候呢 可以看到 希希非常的絕望 遇到這樣的隊友 說實話 如果是我的話 也只能在塔下了 接下來畫面 就是一直重複 復活 開大 送頭 復活 開大 送頭 復活 開大 送頭 OK 這場排位賽呢 就結束了 非常的簡單 一等的時候被塔殺 然後連續十次 麥克思 只要一復活 有大招 那麼就直接 操對面的AD 非常的容易懂 整體事件到目前為止 我只有不滿意一點 就是你們身為職業選手 維護整個傳說的風景 這是你們應有的責任 但你們沒有做到 你們選擇在場上 狹窄的私人恩怨 然後進行惡意送農的行為 而且是非常 非常惡劣的惡意送頭的行為 但同時我覺得我們也必須要知道 職業選手他也是人 他也有憤怒的時候 也會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為 這是我們都能夠理解的 而且他們都還年輕 他們都還血氣方剛 我非常能夠站在他們的角度 也能夠體諒他們的這些行為 所以確實到目前為止 我認為這件事情 只要這三位選手出來道歉 那麼一切都已經解決了 然而當我這麼說的時候 很顯然事情並不單純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一個在台灣破12兆 上市上跪公司寫出的聲明稿 是人話嗎 雖然歷年來 我們是最常懲處選手的戰隊 不知道為什麼 我在讀到這句話的時候 一直給我一種感覺就是 以前的那種社會新聞 就是他爸爸媽媽出來 喔我的孩子以前很乖的 我的孩子不會犯這種事情的 他非常的孝順 然後經過鄰居都會打聲招呼 非常的有禮貌 我不敢相信他會做這樣的事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講這個 你講這個並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是一個非常棒的人 講這句話只會更討人厭 真的犯錯就是犯錯 講這句話都是理由 只會讓人更討厭 但此次經由管理層 與教練查核討論後 理解該場次的選角和戰術 為選手個人訓練之安排 你在跟我說 你選麥克斯加讚尼爾 然後一復活 有大招 立刻操都沒AD 你跟我說 這是在訓練 Yeah 這就是我們最屌的ONE TEAM 啊我知道了 他們真的非常認知在練習 他們在練習 怎麽樣在10分鐘之內 送34顆人頭嗎 哎呀 那你們就早說嘛 對不對 如果你們是 真的是要這樣子練習的話 那我接受 真的我接受 好不好 送的快 畢竟也是一種技術喔 儘管就結果論 該比遊戲表現不佳 但絕非刻意演員唱戲 故不會啟動內部懲罰流程 OK 我就想問 請問一下 你們這個 絕非刻意演員唱戲的標準在哪裡 請把你們評判的標準告訴我們 可以嗎 因為在我看來 他們就是演員 他們就是惡意送頭 他們就是消極遊戲 沒有人可以這樣子玩遊戲的 ONE TEAM 你們在寫這篇生命稿的時候 有沒有反過來想一下 意思就是說呢 所以我可以選麥克斯加贊尼爾 然後我見人就飛 我一復活 我有大 我就飛 這樣是合理的嗎 每一把遊戲都這樣子玩 遊戲能玩下去嗎 能練習嗎 蛤 也不要說練習 有趣味嗎 這樣子一直送頭有意思嗎 這不是一個非常顯而易見的道理嗎 傳出對決為MOBA遊戲 以第三人稱視角進行 玩家需要以一位英雄進行操控 並且這些英雄各自都有不同的技能 遊戲中 共有117位英雄 111位群英雄裡面呢 取五位英雄進行對戰 總共會有167549733種組合 我們會繼續嘗試不同的英雄 與不同組合的化學效應 前半段謝謝萬天告訴我們 傳說對決這款遊戲 有117位英雄 這個我確實不知道 有16000萬的組合 我們會繼續嘗試不同的英雄 與不同組合的化學效應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真的 我不知道 我對這邊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 說 哇 好會算數 怪不得是金融控股公司 因此事而影響開台的實況主 和其他玩家我們深感抱歉 但再次重申 絕無惡意消極遊戲 另外 也藉此機會呢 為我們家選手 說說話 為什麼會用說說話呢 若職業選手使用 非主流英雄 或遊戲內建語音 而表現不佳 就要被質疑 甚至引得隊友 直接排位中掛網 與代不雅 字眼嘲諷 更讓粉絲玩家私訊戰隊 用帶有情緒語的 不雅字眼 露罵戰隊與選手 那實在超過選手 應該承受的責任 和義務了 期望所有玩家在遊戲中 都能有更多的包容 物音一時的帶動 煽動 而做出有法律疑慮的行為 與發言 菜就要兜煉 也許重建我們很菜 但我們會加倍練習 OK這就是完整的戰隊聲明稿了 我自己是想呢 信心很明顯 他是一個受害者 但是這件事情 我為什麼要跳出來講 是因為我不是傳說圈的人 我跟傳說圈沒有任何的利益關係 好不好 國泰討厭我 那就討厭我 不要告我好不好 我信用卡也是用你們家的 好不好 我的APP也是用你們家 我才剛辦一張信用卡 我真的覺得國泰 世華銀行非常的好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在你們站隊 處理的聲明稿上面 出了一點點小瑕疵 啊問題其實真的也不大 我認為真的三個小朋友 出來呢 告訴大家 你們真的錯了 誠心悔改 然後好好的打職業 幫台灣再拿一座冠軍 真的真的 我回去看你們比賽 也知道 其實公司也是為你們好 想要幫你們擋災 那這件事情 我知道可能 跳出來講的人不多 因為傳說他畢竟 沒有到那麼的普及 而且年齡也都偏低 但是我為什麼要出來講 是因為我對電競還有熱情 我希望電競 它是一個更好的領域 那這件事情 我為什麼要跳出來講 是因為我覺得 除了我之外 可能沒有更適合的人 能夠出來講這件事情 那是因為我一直以來打電競 都是一個孤狼 我都是一個人單排在玩遊戲 所以我跟任何人都沒有任何的利益關係 我跟任何戰隊也沒有任何的利益關係 所以國泰討厭我 那就討厭我吧 但是我曾經有位主管 他是這麼告訴我的 相怨得知賊業 我們不能夠看到這種 你認為不正義的事情 而你不去告訴別人 你不去說 真的我非常的欣賞希希 他是去年的Final MVP冠軍 我覺得他不應該被這樣對待 我說實話 講到有點激動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對待一個人 真的 不應該這樣對待一個好人 所以我想站出來替他說話 很多的傳說的職業選手實況主 礙於可能很多的利益關係非常的複雜 他們可能不會選擇把這句話講出來 但是我能夠理解 我能夠理解 在每個人的能力範圍內 盡量做好不好 相怨得知賊業